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淡水国与礼拜堂的祝堂牧师萧冲云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上帝的移民返乡 上帝的移民返乡 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的第十六节 为主遗胜的百姓 就是从亚世盛下回来的 必有一条大道 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 在这段经文当中 是要述说 当耶和华应许要将流亡的人民 从远近各次召集归回他们列子之地的时候 将会以凯贤的方式进行 经过一条议备妥当的大道 就像帝师节所说的 有耶稀的后代要兴起一位新王 他要成为列国的旗子 是万民万族都要寻求的 从帝师节我们可以发现 这位新王或是弥赛亚拯救者 被描绘成一种旗杆 插在列国当中 让世上的万民都在那儿寄集 先是再次强调上帝的可靠 他不仅持守对他百姓的应息 也持守他对耶稀之子的应息 虽然上帝的手可行毁灭 却最终用来施行救死 当我们看见弥赛亚在 耶稣基督身上的完全彰显的时候 这个真理变得以强化 就如同约翰昆斯第十二章 三十二节所说的 他从地上被挤起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这是一个见证 主向上帝的信使 他既惩罚罪恶 也使就使成为可能 因此列邦轰拥而至 来到上帝面前 他因自己的爱 以公正感到满足 并为我们敞开一条 进入他同在的道路 从以赛亚斯第十一章 十一到十六节的经文 先知一言耶稣法在新时代来临 将复兴他的移民 他必向列国势力大起 从世界各地召悔被妻族分散 流亡到各地的以色列人 和犹大百姓返乡归回故土 而以色列不再嫉妒犹大 犹大也不再仇视以色列 他们要联合起来 对付西方的威力士人 讨伐在东方的米甸人等等 曾列夺过以色列的国家 同时他们也要征服以东和摩亚 亚蒙人也要归顺他们 以色列人必在将来的政治舞台上 要主宰大起 当纳日临到的时候 这位米産亚将要向列国 挤起大起 并为以色列民族安排一条特色的大道 他们离开被放子之地的行情 可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的时候相比拟 也就是说他要排除一切 拦阻敌人的止爱 使以色列民族顺利返乡 归回故土 亲爱的观众朋友 上帝因着以色列 与犹大百姓的悲逆不义 因而借着外主来侵法他们 然而尽管上帝审判他们 但最终还是拯救祂的百姓 祂还是让我们体会出 祂的恩惠与慈爱 上帝的显明 因此有了可以盼望的未来 他们的确拥有上帝将要释下的未来 因为上帝从不会失联 希伯来人就是因为 先知们传良这样的意言 所以能在国家拜王 大多数同胞被媚姐的心情下 继续称神 并且依旧成为优法的百姓 这样的意言 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也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人生的大道上 虽遭遇如同被放逐一般 但是上帝的爱与应息 就是我们人生遭遇最低潮的时候 成为受苦的安慰 以盼望的记号 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的上帝 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神 有罪的时候 你要来管教我们 寻法我们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你的管教寻法 都是出于你的爱 好让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 能够归向你 我们感谢你 你应许我们要以永远的慈爱来带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在每日的生活当中 即使我们有够错 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 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仰望你 因为你的慈爱 你的大乃 必然让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有勇气 有盼望 来面对我们眼前所遭遇的一切 求主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仰望你 能够靠主得胜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来求 阿们